黄彩伦主演的荒诞喜剧《日不落酒店》 宣布定到国内院线3月下旬 影片曾多次改当 这次应该是不会再变了 影片讲述的是酒店经理10月 每天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但仍然工作非常努力 莫名其妙地获得了升职加薪 而且无法拒绝的机会 但必须去免费紧区的酒店 工作整整10年才能离开 同时时的老婆也在这时怀孕待产 于是两人就一块跑到酒店复任 于是开启了一连串无厘头的事件 尤其是遇到了沈腾扮演的外星人后 更是开启了喜剧环形结构的离奇梦境 在这部电影中 沈腾只是特别出演 这次片方曝光的宣传资料中 沈腾的形象就是片中的正式形象 片方称他们构思的外星人形象 与以前所有电影中的都不太相同 主要目的是希望体现荒诞的效果 不过很多位秘密对此却很不太买账 因为沈腾毕竟只是特别出演 并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沈腾不是主演 却片方大力宣传 结果很多观众奔着沈腾去了影院 最后却没看到他多少剧情 为此日不落酒店的主创特别介绍称 沈腾这次的戏份很足 宣布片方定档的多米诺主题海报的含义 就是希望票房能接着这两位200亿影帝 来一场多米诺式的不可阻挡大肉 最重要的是 片尾还会有个使能的超级大彩蛋 腾大爷将连唱带跳 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雄鹰腾根版的日不落 踏入钢丝球搓早版的演唱风格 绝对叫大家影响深刻 绝对叫大家影响深刻